拿着唐诗三百首的是读诗呢 我是一名诗人 一名当代诗人 我爸说让我也读读唐诗 对比一下 我看了一下发现 他们写的还真不打地 每首诗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哎呀太不接地气了 你写的是什么类型的诗呢 我写的是接地气类型的 他们是阳春白雪 我是下里巴人 全部的文学诗 不接地气的空白 我得写的是通诗欲懂 学历代幼儿园以上的都能看懂 那咱们的诗是属于哪一派呢 李白是浪漫派 杜甫是现实派 我是属于屎尿派 屎尿派 有这一派别吗 以前没有 我写的多了 单独给我增加这么一个派别 这就像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那能不能把你的诗给大家念一首呢 可以倒是可以 但是你要是转载的话 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啊 尊重一下原创 你放心吧 这是一首写在海边沙滩上的诗 浅谈有人在傻笑 深一道呀浅一道 再细看是一袍尿 尿的真是太奇妙 哎呦什么 这是诗吗 刚开始啊 我觉得也不是诗 但是我们厂里边的会员们啊 他们都说这是诗 还说李白杜甫都写不出这样的诗来 我查了一下唐诗三百首 嘿 还真是一首这样的诗都没有 他们还真写不出来 太感谢我们厂的会员了 他们会演诗泰山 发现了我这么个人才 你们厂是什么厂呀 我们是做协的厂 厂里的会员们 你就叫他们协会吧 你们协会都说这是诗吗 对呀 二百五十个做协的会员 大家一直通过 大家都说这是好诗 那我也不好博大家的面子 对吧 我的厂长父亲 看到厂里员工这么支持他的孩子 也是倍感欣慰呀 他们支持你是冲你爸 还是冲你呢 大家都还得看主任 那肯定是冲我呀 不是 冲我的作品 你看有没有其他作品 那必须的呀 我在厕所蹲坑的时候啊 也创造了一首 人生自古谁无始 有谁大便不用指 若君不用卫生指 除非你是用手指 这太通俗易懂了吧 这诗写在哪了 这诗就写在厕所的墙上 毕竟这是拉屎的时候创作的嘛 是吧 它特别能引起共鸣 特别是拉屎的人忘带指的时候 再看到这首诗那肯定是骂骂咧咧的 你能写出这样接地气的诗 肯定有过类似的人生经历吧 那当然了 我经常干这事 这个早上拉屎用手擦 中午吃饭用手抓 诗名就叫有思有味 就我的诗出版之后啊 就我这个诗集啊 就在我们村头厕所和西头厕所都投放了不少 一时间厕所是人满为患啊 不拉屎他们都得进去这个读一读啊 主要是进了厕所才能体现出那个诗的意境 就连剪错了大爷都夸我的诗好啊 让我往厕所都投放点诗集 我前点投放了后点就没了 看看大家多么喜欢我的诗啊 你别笑 人人都这么喜欢你的诗啊 这是好事啊 那可不啊 我还利用诗助农 别人是带货助农 我是写诗助农 曾经以黄瓜为题 写过一首诗 后来菜农黄瓜都涨下来 但是饭店的拍黄瓜却不好卖了 大家都怕来路不明 不敢吃了 看来你是什么都能写 那你能不能把你和李白杜甫 对比着写一首诗 哎呀这又何难呢 挺好 惊为千人梦大郎 能就是说我的是吧 能以使尿诗两行 就是说能以使尿为师 写几下 诶 唐诗诵词 皆诗色 哇 你等一下啊 等一下 你能不能快点 唐诗诵词 皆诗色 卡拉 你等一下 我再还还 诶 精为千人梦大郎 能以使尿诗两行 他啊 有了 唐诗诵词 皆诗色 李白杜甫 叶迷茫 啊 哈哈哈哈哈 啊 这遍